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比赛分四轮 第一轮1-1抢7大战 第二轮2-1-2续战争战 第三轮5-5作品战 第四轮不限制大乱斗 而且四位队长可以随时出战 率先抢得25分即刻结束 排名第一的是 地波王驾BOOM战队 第四是核心武器战队 以及态度大师战队 以世界一流战队 本节目由生而无畏的 《勇闯天涯》Super X 独家冠名播出 《勇闯天涯》Super X GoDap GoBattle 本节目由超多潮品的天猫联合赞助播出 潮流新品尽在天猫 《白桃十六》小蛮腰 酸奶减糖 不减美味 本节目由料食材真的纯真 特约赞助播出 本节目由Vivo S10系列 特约赞助播出 自然柔光人像 照亮我的美 《勇闯天涯》 欢迎各位来到《勇闯天涯》Super X 这就是街舞复赛第二场的现场 接下来请开启战队之门 有请韩根队长和他的态度大师战队 排出… 各位 哈哈哈 排出大师 大大大 接下来有请的是刘宪华队长和他的世界一流战队 一招 十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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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招 十招 一招 五 六 七 七 八 十招 一招 最新领域 最新领域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 王一博队长 和他的一波王驾 retreat 一波王驾 不 接下来有请的是张艺兴队长 和他的核心武器战队 核心武器 3 2 1 核心武器 1 1 谢谢大家的热情 谢谢 我们先跟大家宣读本场的赛制 本场为团队作品积分赛 感觉一个齐舞比赛要来了 基本上算是一个兵武士自在 这场可是作品赛 我老也实现了 那我就大杀死犯了 那不好意思了 因为我们上一场就是互相较量 你追我赶 我觉得他们发挥的都非常非常好 所以这一场会愿意 为我们的团队出去播一次 我们需要舞蹈 我们是每个人比较的舞蹈 所以我们就决定 好 他之前在场地上 他说 你看这个 我们来玩 他说 玩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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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嘛 我们就只是说 共分为三轮比赛 每轮比赛前 现场转瓶子确定两两的对战关系 每个作品表演结束后 现场评审投票 现场的98位评审 是由50位媒体评审 和48位中国舞蹈家协会 街舞委员会的成员组成 获胜作品所属战队 积一分 全场票数最高的作品 所属战队将多积一分 队长可以在三轮比赛中 选择最有信心的一轮作品 加注一分 如果此轮获胜 战队可积两分 如果失败 战队不得分 我可以听到他们会派谁 对吗 战队积分排名 直接决定美队的晋级名额 和淘汰名额 上一轮我们是排在第三名 排名是不太理想的 所以我们肯定是希望 这一轮可以把分拉回来 上一轮我们输的 世界约流真的输的 特别的惨 每个人心里都是有一种压抑存在的 就是你下一轮你必须要赢 因为你如果下一轮不赢的话 你就代表着你要淘汰更多的人 好 现在我们先转屏子决定 首轮的对战关系 第一位 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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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核心武器对战的是 一波王 炸 奉武战队 一波王 炸 奉武战队 阿棉包 卫 我们转一下第三个出场的顺序 我还需要转吗 哥 你先来也可以 哼哥的嘴最近 太坏了 哥 没有 碰巧了 好 现在四位队长 你们要派出首轮初战的名单 写在手卡上 交给我 对 我们要先写 对 所以 其实不确定 因为不知道他们会先派哪一组 哦 他不是对应的人派对应的人上 对 就是有可能 你们对上双人 我们对上多人有可能 对 明白 因为其实也不确定的 那就不确定他们第一组会放谁 我觉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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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觉得他们应该会出那个 那个哥哥吧 谁来第一个 谁 他们好像第一组应该是要勾过 你们先上 可以啊 都可以了都可以了 那你们第二个上吧 嗯 我们第二个 中间一点 嗯 位置好一点 因为 第二个的话就是 评审团们都已经看过四个作品了 拿一个纯跳舞 然后出来一个纯跳舞的 可以 如果最后一个的话我会我怕 视觉会拉到很坏 对 大家会很坏 对吧 对 因为压宝压他们身上 Who gonna be first okay we go first okay cool 我的想法 先十一战 十一组先出 然后就是 消解组出 最后你们两个人 好吧 我只会先热热闯 好好好 okay so we go first okay okay what's wrong yes 你你过来 你过来看一下他们会有现象 看一下就看一下 感觉感觉是ibuki 哦 哦 我觉得他们 啊 他们不会先出马晓龙 我觉得会出肖姐 肖子肖姐或小姐 whatever dance against 我觉得第四个会是 马师 因为一开始出 马晓龙跟akizan 这个大家看不进入状态 哎 那如果这样就能赢 第一组不会是他吗 没没什么 我写吧 啊 你们哪一种 你们哪一种 我们 开我会先上 开我啊 我自己上 我为了我们的我们的战队 给歪歪 我派你啊 solo 歪歪 歪歪去了 他们太急事了 啥也不是我的 我压 我压在你们上 okay 你对小鸡就稳赢 就可以压了 你对小鸡就稳赢 首先对战的是核心武器战队 KANKIN MT POP POPPING C 对战 一波王家部门战队的 小海 亮亮 兔子 杨凯 一星队长 一波队长 在本轮你们是否要使用加分权 我不用好很保守都不用 我们就首先把舞台交给核心武器战队 KANKIN KANKIN 今三人天才って言われてる三人がいるので 三人を分けたら面白いなっていうことで 話を進めて そしたらKANKINには インパクトがある となったらインパクトある人 誰だろう となったときに 僕は前回の作品で MT POPPと POPPING Cの インパクトがある パワフルなダンスを見て 僕はこの二人と やってみたいなっていうことで 僕はこの二人を選びました 初期 実際 I was In the room of EmT And we was talking EmT said to me Yo bro,我想做一些怪物 我说,Yeah,bro, I like it 我们可以做一些并兑的东西 因为我喜欢并兑的电影 所以我们在看电影 然后Purpin C就说 OK,们都看了《Johnny Depp的企业》 Hey,小孩子 我的手中的企业 是不碎的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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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在拍摄的电影中 有些奇妙的事 我们在拍摄的电影中 我们有很多奖励 我们会做这个 然后我们决定要做巧克力 欢迎来到核心武器的巧克力工厂 喜欢有点辣的巧克力吗 这个巧克力工厂有点危险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巧克力工厂 今天给大家展示 我用巧克力制作的玩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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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倩兴隊長 好 請你對剛才的作品覺得怎麼樣 我們可有一個奠評 我覺得這個創意非常的新奇啊 然後包括到最後把這個粉粉撒到這個kankan身上 senna 让坚坚也成为了玩具之一 然后他们表现也非常的完美 很喜欢这个舞台 丁博队长 对 很棒 开始还一直在想 这个制作巧克力的人 跟他们会发生什么故事 接着个电话回来 道歉 拜拜 后来一个很大的反转 挺惊喜的 坚坚 作为编舞师 你是怎么想到 要找到《POPPING C》和《MT POP》 做这样三个人的一个组合呢 前回的战争 二人都组合了很多 所以我看到这种组合的组合 这种组合的组合是非常有趣 当时我二人都会踏出 我像像副主持人 踏过的动作 我感觉到这种组合的组合 然后我会在这种组合的组合 这样的组合 请你们去往休息区 把舞台留给伊波王家BOOM战队 我说咱们中国其实有很多 特别神奇的一些题材 可以去玩的 也是中国风的另外一种风格 这个故事其实讲的是一个 打个人走一路工作的过程中 然后自己脑海中出现的 许多杂念和恐惧 打个人其实看起来 就是一个自由之战 然后晚上的时候给大家抱一下石 就有点像是我们现在的安保人员 这个题材其实在这间里面都没有呈现过 而且是比较代表我们中国历史特色 小温子 小温子 他很容易 看起来都不好 很圆的 对啊 就是你不知道怎么才是对的 这个是让我很头疼的 不要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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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不要画 你不要 你一下不要走 这一瞬间感觉回到了小学时候 学加减神书被老师抽起来点名回答问题的这种感觉 一定要举高看着他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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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俩来然后 然后 想到我踏 然后你就直接动动动 对 看到之后 然后 第一排看对视 他是希望我们太害怕了对吧 他对表演的细节要求很高 他说出来的这种画面 希望我很快的能达到他的那种感觉 我也想呀 但是我找不到那个感觉 可以跟观众想不想这样你更自然一点 对对 你先放过去 进屋你也不要还好 我觉得再自然一点 就只是觉得这里是不是有什么火灾隐患啊 或什么的就是照一个 他会手把手地教 关哪扇门再过去哪扇门亮亮什么时候出来 这一次是对我来说是一个真的很大的突破 我一定要把他演好 天干物燥 小心火烛 一段中国的神秘故事带给大家 请大家仔细观察台上发生的一切 有请 开始 宇宙 400 4 7 8 12 州 13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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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ybody bad じゃあ 你��고 好 好 太好了 太好了 我看看 太好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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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这个想法 它是很不同的 当中的奖励是很准备的 他们做了 他们这个想法很好 而且他那个门一打开 没有人 在一关上打开有人 我觉得那个很神奇 然后也是我们中国 特别古老的一个主题 我觉得想法特别好 这个作品感染人 那种程度 是会让你汗毛竖起来的 凯哥那个真的是纯大惊人 好像 你一看之前就去剧组干过的那种 现在请现场的98位专业评审 在我倒数之后做出选择 如果你喜欢这个作品 就请投出你手中的绿色毛巾 3 2 1 请选择 工作人员上台计票 我们的掌声再次送给一波王家 奔波战队 很巧啊 刚刚核心武器的巧克力梦工厂 是一个西方的魔方故事 海量兔和杨凯这个组合 表现出好像是我们东方这个 聊斋的这个 打羹人 打羹人的故事 对不对 这是谁的创意 是不是小海的创意 这个创意最早是 我跟兔子很早就排过这种 但是是一个框架 就是有这样个故事 大家反正什么都做过了 就想玩一点不一样的东西 我觉得挺好的 你这玩特别好 但是你能不能咋俩没仇 打我干嘛呢 那打羹人还是听 打我 啊 哈哈 哈哈 哎呀 哈哈 哈哈 那跟哥的谐音梗真是快玩了一季了啊 哈哈 哈哈 哎 韩润队长 哇 我我太喜欢这个舞台了 觉得这是一个表演 跟舞蹈的一个完美的融合 整个那个这个舞台都太喜欢了 太好了 那我们看看一星队长 哦 只要是中国风的作品我都给手了 太厉害了 因为街舞舞台本来就是来源于外国 所以我希望的就是如果能够通过我们 这一代街舞人 啊 通过对自己国家 啊 本土的东西的一种学习 跟热爱 把它加到 整个街舞的世界中去 那真正产生一种 属于我们中国的国风街舞的话 我觉得那还是蛮蛮蛮开心的 蛮值得 蛮值得大家去推从的一件事 对 不管是从一开始 呃 音乐到概念设计 到最后的完成度 到道具的使用啊 到灯光的运用 哇 完美 好的 谢谢一星队长 其实还有一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 凯哥手上拿着那个灯 自己灭 对 其实是我在控制 对 他那个吹灯亮灯是我在按的 哦 来 一波队长 点评一下 从表演上来说的话 比彩排的时候有进步 因为这个要用表演 把大家带入进去的一个作品 就是创意特别好 你们编这个舞蹈的时候 之前是给一博看过吗 他其实不是比较不喜欢这种题材吗 其实这个舞很大 都是一博帮我们去盯的 然后很多点是他会告诉我们该怎么演啊什么的 包括就是 凯哥的这个打工人的身份也是 就是演技方面也是一遍一遍扣 一遍扣 因为最早一开始第一个版本 他有个推门的动作 啊 我们说你现在是古代人 推门就是推 他第一次推 是B-boy推 这样推 然后我说你这样不对 第二次他直接是拧手把起来 太生火了 对 但我觉得我是正常的走主 他们会觉得我是那种黑怕的感觉 这个就要靠队长看到 要跟我说 包括每一步的那个timing 经过了培训之后 走路现在是什么状态的 三二一 开始 天干物燥 小心火燭 对 对 对 这咱也会有这个感觉 也会有进步 可以 那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一波王家BOOM战队 同时我们也要请上核心武器战队回到舞台 现在为大家公布两组作品 我们投票评审给出的分数 核心武器战队有六十三条毛巾 一波王家BOOM战队 九十二票 首先让我们恭喜一波王家BOOM战队先机一分 杨凯这个组合 其实他们这个作品开场的效果特别好 当那个酒坛动的时候 那一刻其实是很有效果的 亮亮他的hiphop功底非常的深 所以他的整个柔串的那个动作就显介的特别好 再加上他的那个长头发就很逼真 第一组作品是巧克力工厂 从巧克力工厂这个创意结合点出发 而且结合这三个舞者的人物形象 其实是恰如其分 然后整体出来的视觉效果就非常到位 好 接下来是我们本轮第二场的作品对战 是由世界一流战队对战 泰独大师战队 违克 登队 Herry 在这一轮你们要不要押分 再看看 Herry队长 Herry队长 我当然要押 Herry队长 接下来世界一流战队出战的是杨文涛 CC 杨文涛 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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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rry队长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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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rry队长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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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不是做水跟火 那主题会比较好 所以我们想哎 这也许在一个创行创意上是个突破 四五两七八 好厉害 张灿好厉害 基于这样的想法 所以我们做了这样的这次的作品 他有很大的突破 一定能够让大家看到不一样的唐凡思思 都说水火不容 接下来这个舞台呢 让大家看到 水火交融 哇 来吧 来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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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才到最后一身 到底是水把火灭了 还是活把水烧了 也不知道 反正我觉得设计的很好 好 好 谢谢世界一流战队摇文� en wall 你 那我们有投票权力的98位大陆频的人 现在 在我倒数之后做出你们选择 如果你们喜欢这次作品的话 就请扔出你们手中的蓝色毛巾 Wäh 2 请投票 工作人员上台击跳 他们两个在表演的时候 跳的时候 其实很为他们骄傲 我觉得这一次 最厉害的一点 是他们突破了自己 他们有去尝试 他们原来不会常跳的 音乐风格 或是一些动作 可能是一个完全新的 一个稀稀涛涛 真的很开心 我一直都很喜欢 他们两个这个组合 因为从第三季的时候 他那个喜 我一直都一直在看 我觉得他们的想法 和他们的配合都太棒 好 谢谢 一星队长 行云流水般的默契 然后非常有质感的动作 非常好的创意 一博 对 前面好了都说了 我说一点 我自己觉得 就是更好的地方 就是我觉得 那些连接都特别地好 我也知道很难 但是我觉得 在一个作品里面 连接的动作 太过于多了 反而两个人一起跳 棋舞的有点少了 我知道会 我知道你们肯定想 更加突出水跟火的融合 但是我觉得那些动作的 就是密度太多了 会让我觉得一直在绕来绕去 绕来绕去 少了一些一起跳舞的力量的动作 对 其他的没有了 对 谢谢一波队长 西西 涛涛 你们是怎么想到要表达这个主题的呢 因为大家看了太多的走感情路线的涛涛跟西西了 所以这一次我们是非常希望能够带不一样的舞蹈的状态跟表达的方式给到大家 所以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新的尝试 然后我们会选择火跟水的主题 其实因为我就比较急比较躁很像火 然后西西呢温柔似水 所以他就是水 就跟我们表达一样 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会争吵会有一些不和 但是又彼此的融合 所以我们就选了这个主题 啊明白 你们俩的生活当中是不是也会有争吵啊 对 但是最后谁输谁赢谁妥协 其实我已经在你们作品里面看出了端倪 是吗 应该是 应该是西西赢了吧 我赢吗 因为你们的舞蹈中最后你就把火熄灭 所以你们生活当中也是这样吗 我们生活中就是排练的时候吵架会比较多 所以因为他排练是一个很强势的涛涛 对 但是呢我也有办法让他就是 稍微的不那么急一点 打比方说 我还没准备好我还坐着 他就屋撂七走就要跳了 哎我还没站起来 那个时候他压力一大他就会很急 然后我就会对他说三个字慢一点 对我就看他眼睛说慢一点 但是这个说多好像也没什么用了 对 然后我有另外三个字就是绝招 就一般不太会用 就是不跳了 然后这个时候他就会平静很多 对就很有用 没有这种方法我觉得可以用其他的方法 就是水火呀 我觉得他就不应该有棱角 他应该是有一个圆在转起来才可以 用其他方法来对付他 你说不跳了他有可能会有一些情绪 哎 嗯 这是过来人 哦原来是这样 哈哈哈哈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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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啊 人家已经这两口子很明确了 滔滔是火 CC是水 嗯 你们家你是火你是水 我们交融得非常的融洽 哦 谢谢CC和涛涛带来的这支作品 非常的精彩 谢谢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把舞台交给FKM 态度大师战队的 11AC Ibuki渔婉 有请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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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泪光 柔柔中带上 咱们的月弯弯互相摸花 谁在湖面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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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轮第三名 就是感觉大家都会有点垂头上气的 所以说这一轮的话 是希望能够搬回一层的 比如说就像武侠的那个作品 它就是不打不相识 因为我们这个作品是只给 比较容易带动全场的一个气氛吧 让国际友人感受一下中国风的风格 其实这个也是挺有意思的 侠客走南闯北 英雄 惺惺相惜 不打不相识 她不骗白 我不构 他很骗的 很骗的 很骗剑 很骗 spir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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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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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了忘了 可能解放 散泡 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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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可以 可以 美中有不足的 可以 好的 谢谢泰度大师战队 这是我史上 这就是捷舞历史上第一次放炮 所有人都完成了作品 并且在很精彩的情况下 只有我失误了 我都没脸看四个队长 和观众 大多在喊我的名字 在给我力量 然后我却放炮了 我觉得 我放了个最大的胖 让我看他最真实的性格 他一跳错的时候 他那 他那个那个可爱的样子 那种惊慌失措 这真的是跟 他battle 跳working 那种释放那个情绪 完全不一样 我觉得真的太讨喜了 有一些小小的师傅 观众朋友们 还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我这样会想得很不专业 对 接下来98位评审 如果你们喜欢这支舞蹈作品的话 扔出你们手中的黄色毛巾 辛苦了 韩庚队长 好 其实我最担心的 其实就是在 因为一直在改动作 反正中间也有一些 很多的一些事物 但整体下来 我整个状态 是没有问题的 但我觉得 稍微有一点点可惜 其实挺难的 对十一来说压力特别大 因为一直排到 今天早上五六点钟 辛苦了 真的辛苦了 余波队长 很有力量 整个舞台都 很满很满 挺好的 这个音乐一开始 出来了说 中国风 那Wacking 到底要怎么 怎么容忍在里面呢 这个就容忍得非常好 很新鲜 突然发现 除了核心武器外 国风好多 这一次 对 别着急 后面还有 对我们国风街舞 也是在一个探索的阶段 怎么样用这种国风音乐 包括古典的文化 包括传说神话 然后用什么样的音乐形式去 融合到这个舞台上面的呈现 我觉得需要每一个人付出努力 所以我一听到国风就跟手 跟手 那我们还是要问一下 十一 当时是怎么 编排这个作品的 因为大家都比较喜欢 直接了当 因为他们都是一直 比较来的嘛 所以我觉得 比较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 因为其实从古至今 有很多事情就是 看你不顺眼 就打起来了 打着打着发现都是高手 然后就非常的珍惜对方 成为朋友 所以这个跟我们的 比较是一样的道理 很多时候我们都从舞蹈认识对方 再开始有深交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觉得 不打不相识 Battle for Peace 就是我们的主题 对 Ibuki 你知道什么叫 不打不相识吗 本当にその通りだと思います 跟谁不打不相识 哦 この方だと思います ac Ibuki 下次我教你啊 你瞅啥 瞅你咋的 哈哈 来一段 你瞅啥 你瞅啥 瞅你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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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现在呢 我们要请回杨文涛 CC回到舞台上 你好CC WORDER AND FIRE 这一轮对战结束 两组的比分已经来到了我的手中 98位评审给出的分数 如下 世界一流战队 杨文涛 CC 获得的票数是 78票 哇 哇 AC Ibuki 余丸 十一 泰图大师战队 获得的票数是 69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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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让我们恭喜 哈瑞队队长 本轮获胜 因为你压了分数 所以本轮积 2分 2分 谢谢 5 6 7 8 世界一流 好 谢谢 杨文涛 涛和CC 带来的是水和火 水火交融 他们表达 整体框架表达得非常非常好 而且是把那种太极圆润的感觉 都表达出来了 涛和CC的双人舞 他们的一些衔接 比如说一身一将 一攻一防 是特别好的 其实整个利益很好 但是有一个比较 比较致命的点 就是像一博队长说的 他们的衔接 让人等太久了 这个古装的中国风的编排 其实是很紧凑 如果硬要说差距 或者哪里不足的话 比如说AC错了一段动作 那一段动作 比较明显是很难掩盖的 所以这个会对一些裁判 觉得这是一个减分项 通过第一轮作品对战 目前世界一流获得两分 一波王炸获得一分 核心武器和态度大师 没有得分 马上开启第二轮的比赛 请队长上台转瓶子 不站那个位子 我们可以换一下位子吗 我不想站这个脚 因为这个脚一直转第一号 张艺兴队长是一号 一号是张艺兴队长 第一位 李兴 然后换另外一个角试一下 那你说我要再赚到你 我不是想我怎么办 那这个 那就是你的问题 我不行 还你赚公主 你来吧 你家里好大啊你这样 我稍微往这边站一点 你不想跌我 我我可以控制啊好 我帮你我不想不想啊好 来吧是吧 来吧 你家里好大 准备3 2 你先我帮你哦你看 不想第一 不会的 哎呀 哈哈 哈哈哈哈 根哥有毒啊 哈哈 哇你还真可以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这位子是不是 哈哈 哈哈 哦要再转一次好吧 咱们不信这个瓶子 我转啊 我站这里啊 你看下一个应该就是我了 哈哈 来吧来吧3 2 2 1 我去 哇 哇这边 哇真是那边 这个位这个位置有问题啊 真是有问题的啊 让一心站在台下还能转到他呢 那都真的不大了 我知道了 你转的位置换一下 你因为你一直是这样转 你下次从这边往这样转 或许你你试一下嘛 你试一下嘛你在这边 你用左手来转吧 用左手来转 哈哈 来擦擦来来擦擦 哈哈哈哈 啊 那肯定我还是一波这边就证明真的是 这肯定是这边啊 左手 哇 还是那边啊 神奇的瓶子 哈哈哈哈 好四位队长现在我们也知道出战的顺序 第一个出战的是Henry 对阵的是一星 一博对阵的是根哥 现在大家回去思考一下 写下你们第二轮出战的名单 就是Henry那边边最怕就是奇思妙想 奇思妙想别人带气氛 对 我们这东西得思考沉下来看 用心看 所以 你评感觉吧 评感觉 评感觉让他们奔塔先上吧 好 奔塔 好 好 好 一棒 一棒面 好 他们两个都是慢的吗 那我们出那个Roshka这样比较 也可以啊 也可以啊 对谁 Roshka做 ok ok 那走热身去吧 喂你们不用啊 骗他们 哈哈哈 啊啊啊啊啊啊啊 对热身热身热身 好 谢谢 好 哦 你不要来打谈我们的军情 我没有我没有我就 聊天吧你不想聊天 ok 那我也不想聊 哈哈 小蓝屏开启勇创时刻 本节目由Vivo S10系列 特约赞助播出 买手机上天猫Vivo旗舰点 感谢美味持久 可以教很久很久很久的 血脉无党口香糖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感谢街舞配舞谷 实力来炸场的 来一份嗨之舞谷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感谢威亚洲机肤定制的 专业彩妆品牌直村秀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感谢持久燃不停 续航百公里 品质保六年的 绿元夜冷电动车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感谢敢舞敢Battle的 百多邦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感谢全新一代齐骏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全面强大 这就是SUV 感谢服装赞助商 Chapping 上阵白Kumi SDC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本节目又深入味的 勇敢天涯SuperX 独家冠名播出 勇敢天涯SuperX Go打GoBattle 大家准备的怎么样 来来来 大家都辛苦了 纯真白桃十六小门腰 每人一瓶 补充底定 营养又美味 太棒了 多39%的蛋白质 糖分还减少了31% 当然 营养美味双再现 今晚大家要一起加油 干杯 干杯 料食才真 这才是纯真 直春秀 直色家族礼盒 直春秀太宠了吧 小邦名是我之前安利的 不脱装必备 55号刷好柔软 都不扎脸 上装又快又方便 定装方物好细腻 听说定装效果很绝 好好闻 真的 好 接下来是 我们本轮第二场的作品对战 是由世界一流战队 对战核心武器战队 队长是否要在本轮进行压分 要说吗 不用 你们倒写下来就好了 首先世界一流战队出场的是 Rochika Chika 春林 韩宇 舞台交给她们 好 加油 好 加油 好 加油 参加了第一季和今天第四季下来 我觉得这个舞是最累最累的一个舞 技术是非常危险的 我认为是非常危险的 而且实际上都已经失败了 在做托举的时候 我们需要停住一个姿势 停很久 你下面把控的人也是很重要 关键的 三 四 还有像Chika 那个脚打开 他们两个还不能走很远 他们两个还不能走很远 因为走很远我手短 我撑不住 但是呢 如果他俩不走很远的话 Chika 那个脚都打不开 你没事 你没事 你OK 你呢 太难了 你如果蹦出地方了 那就是真的是特别的危险 但是在上场的时候 我们所有人 就像真的是你 就要战斗的一样 我们没有在乎 就是说我们要赢或输 我们要在乎的 只是我们想要把这个舞台给炸烂 对 每一个舞者 遇到了舞台 都会像士兵战斗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些士兵的一天 请看 Pentium mycket 物お願いします Maaa M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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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call living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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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can't live in 准备 准备 凶啊 一身吉利哥的 韩宇他们这一组整齐质感饱满 让我觉得很热血 然后他们就是连在一起 做了很多就是 配合性的这些动作 就像出龙的那种猛兽 就特别有那种冲击感 现在请现场的98位专业评审 在我倒数之后做出选择 如果你喜欢这个作品 扔出你手中的蓝色毛巾 3 2 1 请投票 工作人员上台几票 谢谢 刘宪华队长 对他们的表现满意吗 太好了 太开心了 因为大家看到就是很多很多很炸的炸的炸的 但是这一组真的付出了很多很多 真的我为他们真的太开心 我太我为你们骄傲 太棒了 好看 舞台太炸了 这个 好 这个作品我喜欢 因为我就很喜欢这种风格的 大家的整齐度 大家的气势 大家的气势 大家的那种能量都在 再加上编排特别好 我就很喜欢 很棒 而且好像春琳 好像第一次跳这么炸的舞 对吧 对他来做很游的那种 谢谢四位队长的点评 准琳 怎么会想到排这个舞 并且把这三位找到一起呢 当时接到这任务的时候 就是我唯一想到的就是Rushka 在编排的过程当中呢 就是我看到过她 battle时候的那种状态 然后就想着 那这一转我们可不可以做一个 类似猛兽的一样的舞蹈 然后Chika呢 就像是这个小team里面的一个queen 然后当我想到Chika的时候呢 我就联想到了我们的韩语歌 Chika再次跟韩语合作感觉怎么样 首先是韩语和二次的舞蹈 但是 我当中有韩语的舞蹈 我非常安心 前几个小时 我当时的信仰关系 也很大 就是我 I think for picture, this song is good But... Thank you Rochika Ruchi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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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 the screen i received so many messages of love from everyone and i want to thank you again for that thank you so much 谢谢我们世界一流战队带来的这支作品 我们把舞台交给核心武器 崩塔 于里 于桑 乔治 哇哦 加油加油 加油 let's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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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my god go go brothers go 今回は多分僕が取り組んだ作品の中で一番難しい作品だったんじゃないのかなとまず思います で go go brothers さんは今回はロッキングに特化しない方がいいっておっしゃってたこと 今までやったことある人ってなかなかいないと思うんですよね うん 中国に来てやっぱりねそういう中国人とか 海外の人たちの作品だったりをね 今まで見てきてやっぱ刺激を受けた わー すげー 僕らもねもともとやっぱりそういうストーリー性のあるものは前から興味あったんですけど ぜひぜひも僕らも挑戦してみたいなっていう気持ちは強くなったよね はい我沒有想到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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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さんは跳跳日本跳中国 あー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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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ー 前面は就會2対2 associationsなお店をお見せします 首先这首歌选的就是很难表现 其实我对我的队员我是非常自信的 我觉得他们肯定可以 但他们选择的主题确实让我有一点点不解 我其实就是用力的 你对她说话说话 是 对 好 好 努力 我肯定是我的作品 我必须要不需要自信 不想要去 那是評価 評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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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人在生活中都會遇到困難 困境 枷鎖 也希望每個人都能遇到 一個引領者 引領各位走出困難 走出枷鎖 請欣賞 乾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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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執行 不執行 仍然 不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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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せに 愛しい この日々に 記憶があなたで売れ尽くされたなら 愛を愛を知ってしまったその代償は馬鹿に知らないで あなたの瞳が輝いてる今が奇跡で 愛を愛を知ってしまったこの世に及んで なお生きたいのないなら その元に映る全ての記憶が あなたで埋め尽くされたなら 良う思い残すことで 良い思い残すことで 帮我看我 失望是你 你不信 共同之便利 好 好 艺术 太深了 现在来到了我们大众评审当中 如果你们喜欢这支作品的话 就请投出你们手中的红色毛巾 不喜欢则不投 三 二一请投票 这么多 其实方向挺好的 我挺喜欢他们的方向来审 审视自己 因为每个人都会内心有一个 另外的一个自己 甚至说有很多的困惑 这编排上我还是觉得 要把每一个人 把他们的优点放大 之前有很多一些比赛还有作品等等 能看到他们的闪光点 但这个作品里面我没有看到他们 每一个人的闪光点 还有这个音乐确实有点乱 一博 很艺术 很艺术 也有看到Locking跟Breaking对 在这个作品里面融合 但是 想表达的东西我确实没有看懂 我觉得音乐其实选择上 有点吃亏 对 对 他们这一组其实我们很期待 加上他们那个透明的道具 GoGo Brother 跳了Urban 然后那种感觉 我觉得一点都不突兀 前半段 然后 只是觉得他们这一组一直跳 一直跳 道具灯打开以后 最后跳出来了以后 就感觉有点干了 就感觉有点像是那个道具 有点对他们的一些影响和框石 所以我觉得 怎么说呢 其实他们还可以更好 我很尊重这一组 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艺术家 一个表演者 一个表演者 你要不停地找办法去突破你自己 不停地给观众一个新的东西 这里呢 大家都是在他们那个五种 已经是世界就是最厉害最厉害的 但是呢 他们还是在这一瞬间 愿意放弃他们自己的那个style 去尝试新的一个一个style 所以我这一点我真的 真的很respect大家 我觉得不是利益的选择问题 我觉得 嗯 我觉得这个真的大家都觉得这个是好 good idea good idea 但是在表达的方面确实是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在每一个舞台 首先跟大家讲一讲一大堆说 我们要表达的是这个 懂的人懂了不懂的人不懂了 或者是我们就是要跳很炸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编排是真的相当重要 但我觉得他们今天也完成的很好 因为其实很多艺术家就是 玩自己的喜欢的 觉得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 我觉得是也是对的 我觉得没有真正的对错只有打动人 和没有打动人 就包括我说 我说为什么他们学那个日文那首歌的时候 也跟他们有沟通过 但是他们有他们自己想表达的 所以我也尊重他们 我觉得艺术就是用来表达自己 能表达音乐的 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 自己喜欢什么样的音乐 用智田来表达 所以他们喜欢就要让他们去表达 我觉得这也是艺术表达的一种 所以我也不会强制的去说 你一定要怎么样 但希望能够大家通过这样的 比赛的过程中交流 然后也把自己的最擅长的舞种 去揉到这个表达形式里 这是Gogo的第一次 这是Gogo的挑战 我跟你讲 我们还真跳不来这个 两位第一次跳这样的舞蹈 跟编舞作品合作 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吗 僕らもやっぱこういう コレオグラフのスタイルって なかなか踊る機会もなくて 新しいスタイルというか 自分らもすごく挑战する気持ちで 今回やらせていただいたんですけど 正直でもすごく楽しかったです 楽しく作品も作れたし 本当に心で踊れたら 踊れたなって思いますね もっともっと 上手く見せれたんだろうな とかも思うんですけど 今日は今日で もう一番ね できる限り出せたんで よかったです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我是看懂的 而且我非常感動的一点是 不是说他们两个 就是被迫要去跳这个作品 而是他们也自己很想的 怎么样去突破自己 我不知道 就是我跳到他们这个年数了 如果今天是我的话 我还有没有更多的勇气 敢不敢大胆的去尝试别人很擅长的东西 但是我觉得他们真的是 给我们就是所有拉克做了一个榜样 雷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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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 要揭晓两队的分数 核心武器战队 本轮获得67票 世界一流战队 本轮获得的票数为 95票 高啊 流向花队长 你的95分 目前是现在所有作品里面的最高票 所以当时我觉得又很激动 一切都值得 也许四个人在排名过程中 就想说大家是带着那份压力 把压力转换为一个动力 最后吧 也有可能真的就是 如我们所愿 用最直观的身体去感染到了所有品位 他们的作品给人的感觉是 就是一个自帅 然后用很HIPHOP的方式 用很燃的音乐 比如说Rushka她的一个侧移 那个动作难度是非常大的 然后整个舞蹈的动作状态都特别棒 比较吸引人 对 Rushka韩宇这个作品真的是 太好了 我愿称之为最佳最强 因为他们给到了一个纯炸的作品 那这一次他们很聪明的做了这个方向的选择 在这一步上是有加分的 因为现在其实很少有队伍去做这样的一个尝试 那么其次就是他们四个人的timing统一的非常好 所有人的动作非常一致 用力发力也好 或者动作幅度都尽量做到了统一 非常难得很厉害 再加上韩宇本身她也是一个全能舞者 她对于这一段舞的驾驭 节奏变化特别的好 他们这个舞就是直接用最简单的方式 用舞蹈的方式去打动一个喜欢舞蹈的人 这是我最欣赏这个舞蹈的地方 我对于GoGo Brother这个作品来说 我稍微的能明白一些内容 可能她要表达的内容 她的忧伤 她对生活的这种困惑不解 她表达出来让我接受到了 我想对于崩塌来说 她编这个舞蹈 她的目的也达到了 但是没有最好的表达 就是没有最好的表达 她的感觉 她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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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